我们预计会有200万会进来 15万剂莫德纳底台后 200万剂疫苗确定6月中接棒 根据了解这批200万剂疫苗 不分批到货 等于到时打开机舱将是200万整数来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掌握 到底是哪一个疫苗 那到了会跟大家来做说明 如果疫苗的量足够的话 那我们会启动一个全面的接种作业 就是希望每周完成至少100万剂的一个做法 疫苗缺口露出曙光 指挥中心立刻公布扩大施打计划 要达到一周100万剂目标 从大到小都要分配 300家1月每周达54万人 200家各地卫生所可打10万人 地区诊所也纳进来 6月800家慢慢扩充到2000家 一周可以帮忙接种60万人 另外6度以及各县市设小型社区接种站 连棒球场体育场也接收来当成施打站 全台湾还发出注射医护照及令 谁先打怎么预约 唐凤跟总统开会后敲定 沿用这一套 健保快一通这个logo就是去年唐凤开发的口罩预约系统 到时候会出现这个疫苗接种预约选项 不会用手机的人超商药局买通 直接敲定哪里打几号打 免得扑空不用群聚 只带200万剂疫苗到位 快打多打距离解除三级才更靠近一点 三地新闻李维庭成交集的报道